不过讲到能不能遵义呢 因为228纪念日快到了 面对民进党快要执政 律营上下了一凭转型正义 另一位高志鹏就提案修法 要求全面撤换国父同向 就连宣誓就职呢 都不向国父一向来鞠躬 蓝营今天就反批 国父呢是代表对中华民国的认同感 而针对提案 蔡英文则是没有回应 国父同向应声倒下 这是去年228纪念日前 独派团体大阵仗南下 在汤德璋纪念公园上演的一幕 隔了一年面对绿营即将执政 有立委提案全面废除国父一向 只是希望借由这样的法律修正案 提醒大家 孙文当然有他的历史定位 但是适不适合做2300万人的国父 我们为什么得像一个 跟台湾其实没什么关系的人 每天得对他成婚定性 然后得没事就得跟他三鞠躬 民进党立委高志鹏提案修正国旗与国徽法 以及总统副总统宣誓条例 主张元首跟民众不再向国父一向行礼 蓝英立委怒批 废国父一向挑战的不只是既有思维 更牵涉国家认同 跟崇拜不崇拜也没有关系 因为他就是国父 只要这个国家的名称叫中华民国 他就是国父 国父的一向就要在 是不是自己家里的主宗排位 也可以不要认 自己怎么来的 这个家是怎么形成的 我们统统都不要管 这样子合适吗 有一些想法是一定在进步 过去对或不对 那现在应该用什么角度想法去处理 那每一个委员 他们都有他们提案的这个权利 面对个别律委大张旗鼓 更希望在26号院会闯关成功 选前极力淡化统独议事 跟省级情节的蔡英文不做回应 主席三不赞成全面撤换国父同向 毕竟国父国旗一直象征中华民国 228纪念日在即 绿营立平转型正义 立委提案冲击到国父一项 不但给新总统出难题 更怕营造的和解气氛变了调 原题文章是卡 刘宇轩台北报道